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 我是阮木花 这个周K线连三黑 加权指数确实感觉从17000 下来高档是有压力 而且这礼拜破了月线 破月线不是一个好现象 代表中期趋势有转弱的迹象 所以月线在17000点能不能占回去 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关键 另外季线能不能有手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在周五 这个大盘让大家再次捏把忍汗 这一开盘之后就一路直下 直到五盘前才往上拉 这个一路直下跌到了16600点 事实上已经濒临了季线的保卫战 因为季线在16300点 只差300点要触及季线了 破月线之后 如果在同一周又破季线的话 那这个大盘就围带了 不过所幸周五是有一个翻转 拉上来的力量 不过感觉起来 现在目前这个高档的压力已经形成 因为毕竟周K线连三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逢到了7、8、9月第三季的淡季 第三季其实有蛮多的情况要发生 第一个这个半年报又公布 就是第二季季报 恐怕不会太好看 不管美国 不管台湾的挂牌公司的季报 除了AI我认为其他概念股大概都不会太好看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大盘其实就会有压力 此外你可以看到总经数据面上面 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火爆 这个对于后面联准会的升息压力 其实是不小的 这怪不得鲍尔谈到的是说 这个美国今年是绝对无可能降息的 不要寄望有降息 甚至明年都不见得能降息 为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这礼拜公布出来的 这个小飞农实在是太惊人了 居然呢 你可以看到这根柱状图 居然翘上来达到497,000人 哇这真的是要命了 这个超出市场预期的一倍 市场预期就20几万人 就没有想到出来将近50万人 同时也是这个前一个月的数据的 这个大幅增加的一个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跟前一个月的柱状图比起来 那真的是太鹤立鸡群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市场就会关注说 到底哪一些分项产业 哇这个大量的新增就业人数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旅馆旅游业 旅馆业居然增加了 有这个23万2000人休闲跟酒店业 此外就是美国现在目前看起来 房地产市场依然是火爆的 这个先前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新屋开工 城屋销售之后现在又爬上去 结果营建业增加了将近10万个雇工人数 另外贸易运输公共事业也增加了将近10万人 所以这几个行业就把整个这个ADP带上来 另外薪资的年增率高达6.4% 这个联整会真的很头痛 这个薪资下不来 那薪资下不来代表服务价格下不来 服务价格下不来代表核心的通货膨胀下不来 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这个现在目前看起来 7月这个铁定升息了 这个根据 CMV Fatwatch Tour的一个情况显示 那7月升息几率已经高达88%了 只有11%押注不升息 所以肯定7月要升息 9月也非常有可能被靠背的连续再升息下去 把美国的基准利率会拉到5.5到5.75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准会的会议纪要 也暗示说要继续升息 但是好一点的情况 他们预计是这个速度会放缓 不过继续升息这件事情 恐怕就是市场现在目前最大压力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礼拜 美国十年期国债值率率来到了4个月的高点 会不会冲破4%变成市场现在目前 很重要在关注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整个混沌的一个环境之下 整个第三季我们要先把它度过去 第四季有没有行情 当然只要第三季能顺利度过的话 我相信第四季行情再起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不过第三季确实有可能会是在一个 高档震荡的一个行情 如果整个第三季要持续往上突破 像今年第一季第二季这么亮眼的行情 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不大 那但休息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讲到上半年的行情就一二季 真的非常亮眼 各位看到这张图表就知道了 比特币今年上半年涨了83% 另外费半涨了45% 纳萨克涨了32% 日经涨了27% 台股加权指数涨幅也达到19.6% 将近两成 在全球股市里面表现得相当亮眼 那这样子的一个体材 最主要是靠AI 台股的热钱涌入 今年上半年外资总共买超了3700多亿 不过你会发现 外资一度买超超过4000亿 可是进入到6月下旬到7月 外资已经开始偏向卖超了 而且期货的这个流仓部位 在这个礼拜居然转为空仓 这是值得注意的情况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因素呢 就美国真的要到2026年才降息 如果到2026年再降息 这么高的利率 5.5%的利率 维持一年的时间 今年就会升到5.5到5.75 然后从今年一直维持到明年一整年 这么长一段时间 会不会把经济跟企业获利压垮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 看后面还是有变数 尤其是明年的变数颇大的一个原因 好那今天这一连串复杂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到了阿格力 来帮大家解读 那听听看阿格力的一个观点 以及对于下半年行情 阿格力的一个布局方向是什么 阿格力你好 莫哥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阿格力 我们刚刚讲说今年上半年 当然这已经过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钱 居然台股涨20% 这个其实年初应该都被摔破眼镜 因为大部分这个投资法人 看年年初看台股都看得很差 都说上半年就要继续跌 但没有想到上半年大涨 那会不会颠倒过来 反倒是下半年跌呢 我觉得其实市场上 如果悲观的时候确实要乐观一点 那如果大家要乐观的时候 你也确实要悲观一点 但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觉得说我的大致上的看法 跟慕华哥差不多 就是说第三季的时候 你势必要休息一下 毕竟上半年涨的实在太凶了 虽然台股现在还有AI概念股在撑 可是你看这个伪创 从几十块涨到已经三位数 这个是过去 你如果看伪创这种股票 觉得是不可思议 伪创干掉海公公了 太夸张了 干掉海公公了 时代在变 时代真的在变 所以其实第三季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 比较谨慎一点 不过如果第三季 真的能安然度过的话 我觉得我等一下列几个 总金数据给大家看 其实第四季还是有机会 多头持续往上的啦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景气对策灯号 这个大家都满熟的嘛 绿线是景气对策灯号 红色是这个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这个景气对策灯号到 很低迷的时候 基本上同期间的台股 也都是出现这个 相对的低点 甚至是绝对的低点 这个几率满高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台股往上走 其实也有一点点 跟过去一举同工之妙 就是说 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它也在比较低的部分 而且现在开始往上勾起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景气对策灯号 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趋势 它毕竟不像个股 就是说你前一个月大涨 那这一个月突然有一个急剧的反转 在总金指标 比较是有一个趋势性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然后它往上勾的情况之下 你要在它再往下走 这个几率比较低 那当然这不是只是预测而已 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些细部的资料 这个是制造业PMI的一个细项 那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6月 那红色的部分是5月 那这个图有很多的资料 例如说新订单 生产 雇员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里面 除了原物料PMI 是6月是比较低迷以外 其实其他的细项 都是比5月还要再强势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新订单的部分 这个PMI 大家看木豪哥的节目一定知道 超过50就是隆枯线的处在 新订单已经6月到52.7了 这个是今年很难得一见的 而且是大幅增长 对 因为5月的时候其实才34.3而已 那包含了生产也是跨过了农枯线 那在库员的部分呢 虽然还没有到农枯线超过50 不过47的数字也比5月的46还要再高 这就代表说其实 去化库存这件事情 已经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 例如说去年10月的时候台股 跌到这个12000多点 后来一路的往上涨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很奇怪到底在涨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虽然有在升息 市场上有在收资金 不过木豪哥你也知道 在怎么收市场上的钱 还是比以前多很多 像我最近玩物上市 常常在看劳力士跟AP 研究这些名表 会发现虽然他们离去年 年初的这个高点也大幅修正 跟着股市是连动 你说名表的价格有掉下来 对 像劳力士的绿水鬼 去年的2月大概一支70万台币 现在大概只剩50万 不过他的定价是35 还是超定价 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已经跌了一整年了 这些东西还在超定价 代表说市场上钱太多 所以为什么会反弹这么快 我觉得钱是一个原因 第二如果你有看总金数据的话 其实台股从去年的第四季开始 这个库存的情况虽然还是很高 虽然存货 客户端存货还是很多 但是其实他是有递减的一个情况 所以延续了这样的话题 我帮大家准备了一张资料 这个资料一般的节目 比较会少去讲 这个我觉得还蛮精准的 这个红色的部分是台湾的PMI 那这个PMI是两个数值的相显 是新订单减掉客户端的存货 也就是说你刚刚我说这个新订单增加 可是如果你的存货这一边 你没有去看的话 那如果存货还是很多 那你新订单可能只是集单或是坦话一线 可是从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的数字其实现在是急距的往上 而且这个翻扬的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集坦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第三季开始 集坦的情况之下 其实台股的上涨 如果看这个组 大家就比较能够去理解 那我们看到其实它跟蓝色的 就是我们加全股价指数 联动性模型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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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几乎是同步 因为这个也非常逻辑 你有订单 客户端存货少 就代表展望好 公司的营收就好 公司营收好 除非真的遇到什么 大的什么金融危机 不然你股价不涨也很奇怪 所以在这样的论述之下 我觉得说现在台股在跌破月线 甚至有可能要看季线 有没有撑的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的去担心 如果跌破 但在经济数据好转的情况下 我反而觉得说是一个相对好的时间点 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来聊 因为今天主题有是存股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七八月 初宣洗的忘记 现在就很尴尬 这个上半年不管是我的高股洗的 还是我本来存电子五颗的 现在都变标股了怎么办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题材赚到钱的话 我觉得适当获利了结也不错 因为这个乖离率 或者是你看那殖利率 都已经剩1%2%了 真的 老天送你的礼物你就 除非他们的这个获利大好 对 不过我觉得比较难短时间看到 毕竟AI正要开始而已 可能是未来几年慢慢成长 对他们算是涨前面 你要避免出现台积电 比如说2021的高点 2022的高点 其实也都是在涨后来的事情 涨到后面 好那但是从整个大架构上 你如果只看存股这件事情 万七还可不可以存股呢 我给大家答案是随时都可以存 不是我也很耸听 现在就有网友来骂 说阿哥你那万七 你叫人欠股 你是在害死人 不是我今天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论述 哎呀网友都会有不同的音线跟声音 看看就好 欢迎指教 好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准备的就是说 台股的加权指数 这个是深绿色 大家还是很熟 就是你每天听1万6 1万7 那另外呢这个潜律色的部分是 台湾的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 那这个指数呢就是说 每一年其实台股的指数 因为除权息的关系 还原权息的 对他还原权息以外 他还会把这个复利的概念考虑进去 所以他叫报酬指数 让你知道说假设啦 你就投资台股 投资整个台股 你都不要买不要卖 拿到股利就继续投入 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2003年 开始正式编列这个指数 当年1月的时候 这两个指数呢都是47001点 那我们再来看 现在2023已经过了20年了 现在台股是16700点左右 因为我们录影时间都还没收盘 所以大家在一起多多包涵 那这个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呢是 30600点 莫哥这两个天差地远 都从4000多点涨上来 过去20年我们的起点其实是一样的 那过了20年之后 加权股价指数16000 那这个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 3600 也就是说 有一个观点是说 大家觉得说 那个10000点以下在存股 我们现在做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16000 这个加权指数 跌到20年前4700点的时候 要跌12000点 可是你看加权股价报酬指数 3万点你扣掉12000 莫哥这张还是18000 没错 所以我的结论这样就很简单了 如果大盘真的跌到20年前 加权指数的未接 但是实际上 因为你中间有负利嘛 有点鼓励嘛 这些报酬呢 这个指数是18000点 还是比以前的4700多点 多很多啦 所以就是说存股啦 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不要存 你有一笔钱 比方说你有100万 200万 你想一次的all in 那你确实要参考指数 可是如果你持续的买呢 我觉得说 你如果觉得指数高 反正定期定额嘛 像我第一次帮我小朋友 开户存股的时候是 2021年的11月 莫哥当时台股17000多点 对 然后一路最低跌到去年12000多点 但是我小朋友的户头 我现在打开一看 报酬率没有很高啦 大概17% 因为我高点开始帮他存 那为什么还有17% 是因为我就持续的帮他定期定额 所以如果你有持续定期定额 下跌对你来说就是 贪提成本的一个机会 那也给大家这张图好好的勉励一下 这张图是2004年到 今年的6月6号截止 就是台股很少出现空投年 过去20年大概只出现5次而已 而且都没有连续 没错 所以你大概4 5年只会出现一次空投 那出现了之后有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怎么样 至少连涨2年 多则连涨3年 所以今年才刚过完上半年而已 那如果最近股票跌 你就觉得说有点害怕 我觉得大可不必 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最后给大家这张图 就是说我们刚刚是从整个市场的报酬 来还原跟你说 其实存股你不能只看加全指数 因为它有点失真 出现许会扣掉点数 那再来就是我过去也有跟木豪哥 在节目上常聊到说所谓低β的股票 那当然低β的股票 就是说它跟大盘联动比较不大 那既然大盘在涨的时候 它可能不一定涨 那大盘跌的时候 他有时候还逆施抗连 那你看大盘指数来存这些股票 逻辑上就比较不那么相关 那你如果存的是比方说电子五哥 那这个跟指数可能 很有关系 你要多加的参考 那我这边列出几家公司 就是加一的喜盛的 红泉做饮料瓶盖的 和润这个注定类股 跟台湾50 做一个报酬率的比较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一年以来 台湾50不含息的报酬 这是不含息 大概涨了14% 但是你看 加一涨了51% 红泉涨了45% 和润涨了54%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结论 你只要投资的公司是 基本面很好 有在成长 他又是跟大盘比较 低联动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边都没有算鼓励 就已经赢过大盘 单倍以上的成绩了 那去年的这个6月到今年 大概是有经历空投 今年又变多投 那我们再拉长一点 五年好不好 过去五年 多空多空 都循环过 一样这四个指数 对 会比较精准 那台湾50不含息的报酬 是53% 所以定期定格台湾50 会不会赚钱 其实是会赚钱 可是你如果去存股 存一些成长股 那它还是跟大盘 比较没有联动的 报酬率很惊人 加一报酬率97% 红泉102% 一倍 合论76% 而且他们的指率率通常都是比台湾50还要高 是 所以总结来说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是喜欢存股的朋友 只要谨记一个原则 不要一次把银单用完 你持续的买 然后买 比方说你投资的叫指数 或者是投资的叫机优股 那我相信其实时间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这其实也是我个人为什么ETF跟基金 我都定时定额 从来没有停扣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也不太去管说大盘涨碍跌了 我只管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停利而已 也从来不会去认为说跌下去要停损或者停扣的 那这个就符合刚刚阿格利所讲 其实你不要去管指数在什么位置 你只要管你的投资策略就好 另外刚刚阿格利也很重要分享的 就是说三档股票跟0050之间的 一个报酬比较 他的观念非常明确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你如果去买一些有竞争力好的公司 长期他们会给你超过大盘的回报 而且其实他跟大盘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其实相比低的 也就是说大盘如果大跌他们不见得会跌 所以你就不用去管说大盘位在什么位阶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就问说 因为今年其实债券大家也觉得很夯的一个题目 债券ETF 十年一遇 这个很多资金进去对不对 但是讲实在到现在也没什么涨 就是赚到席而已 价差没出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现在升席的这个高点还未定 所以你也感觉起来 债券的真正多头还没来 不过大家都在等所谓的债券年 什么叫做债券年 就是真正大多头那一年 也就是说开始要停止升席 而且要降席那个阶段 债券会大涨 我不晓得那个阿格林怎么看这个债券ETF的投资呢 好那我觉得债券ETF 我先讲我个人 我个人是不会长期投资债券 因为其实你如果根据回测 大概就可以知道 债券你如果长期投资 除非你是本金真的很大的 那真的不想玩股票的 否则你真的只赚到债息而已 那巴菲特的观点也大概是类似嘛 不过今年我特别有去关注债券 那我也即将准备入场 还没入场 即将准备入场 为什么 因为升息巡管毕竟也快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7月的时候要升息的几率是一码 那这个升一码的几率已经到了92.4% 这是最新的资料 这个是7月7号凌晨的一个资料 那到年底的时候 现在目前最高是50.4%的机会 还是留在升一码 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可能只升一码 那刚刚莫豪哥当然有提到 有时候通膨好像有点死灰复燃的现象 所以联准备会不会预防这件事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要不要把火灭了再多升一码 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 如果年底到5.5到5.75 这个基准利率的几率其实有34% 而且这个几率是变动的 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年底之前再升 一码就是说7月升一码之后 再升一码总共下半年升两码 但是我觉得说债券跌到这个时候 升息与否对它的价格 往下打压的空间已经有限了 只是说它弹上来的可能 那个几率会被这样的情况压抑 就是说涨不见得会涨 但是跌下去空间也很有限 而且现在的债券我觉得好处是说 这个时间点比起去年买债券的这个时间点 那真的便宜太多了 便宜很多以外 如果债券的资本利等也没有赚到 那债券ETF普遍我来看都有3到4%的殖利率 甚至到接近5 其实也不会太差 因为你现在台股也很高了 很多台股大概平均 但可能跟债券殖利率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我们直接看到明年 这个是2024年12月 现在FateWatch的一个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维持在5%以上基准利率的几率 合计就只有大概3.3%而已 所以一定会降息了 对一定会降 那如果你说阿格力假设没有降怎么办 还是那句老话 因为你买债券不是买股票 它是相对比较保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没有降你至少 还有利息 那个利息也还是赢过定存 准更淫过我们台湾的CPI的年转率 那明年的最高几率是26% 落在4.25%到4.5% 也就是说距离现在的这个基准利率 可能还会降个1% 1%就很重了 是嘛 很多欸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债券 那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通膨 我觉得说通膨最近 这个克里富然联储的预测的CPI 这个黄色的 有点勾起来的现象 最近好像有点通膨死灰富然 但是你以整个趋势来看 其实通膨确实是有受到一个控制 所以我觉得说联储会再升息 毕竟他有限了 因为你说假设升到6%以上 可能美国政府自己就牵倒了 牵最多钱的就是美国政府本人 没错 那民众大概也受不了 因为美国的房贷这个利率实在是太可怕了 到6%的话 美国房贷可能会到这个8% 对 没错 所以非常夸张 因此我的观点是说 你不要去太执着说 到底还要升1或者是升2 你眼光放长远来看 直接看到迷你 放个两三年的眼光 对 那讲到两三年 莫好哥我们就来帮大家回测一下 这是前三次升息循环之后 这个各种不同的债券 报酬率的情况 大家最喜欢的 对啊 那到底是要买什么债券 好 我们先直接讲答案哪 A级的公司债 是根据历史回测的表现最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三次的升息循环结束 6个月 1年 2年跟3年 债券的报酬都是正的 而且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概念 债券跟股票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单纯 影响它大概就是基准利率 所以你不用怕说 以前看到股票统计 说什么时候比较会涨 结果最后没有涨 我觉得债券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升息循环6个月之后 A级公司债涨7% 那一年是涨11% 然后两年三年分别涨19%跟25% 其实美国政府的公债也是不错啦 但是相对于这个A级公司债来说 两年后的报酬率17% 小输2% 那这个三年后小输1% 表现比较不好的是非投资等级债 那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说 你不管是买A级公司债 或者是说买这个美国政府公债 都是相对不错的 那我也特别分享一个配方 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个公司债的部分 我觉得买BBB等级也是不错 因为BBB也是属于投资等级 对就是投资等级最下面的 对那它的违约率其实满低的 近20年大概0.3而已 所以跟A级也差不了太多 加上你又是买债券ETF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就算里面有一两档债券倒了 也无所谓 但是因为它的评级比较低 它的债券利率就比较高 通常都有在 现在已经有在5%以上 对所以我觉得说 这种BBB等级的公司债 反而是你的风险 跟你的这个报酬 一个很完美的平衡 好那既然知道说债券会长之后 到底要怎么挑 我们今天教大家比较大的原则 这张就非常重要 这张一般的观众朋友 只会看殖利率 比较没有去关心债券 到底要看什么指标 这个就是存续期间 那存续期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买档债券 你要过多久 你才能拿回你的本金 因为中间除了有债息以外 某些债券是会提前还部分的本金 是的 所以存续期间的长度就等于 你债券回本的时间点 好 好那这个指标要做什么用呢 我们直接先给大家看答案 只要利率下降1% 存续期间只要是一年的 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就是1% 这是理论值啦 还是会有点落差 可是大方向 虽不中一不远矣 那如果存续期间10年的话呢 10% 会上涨10% 所以答案就来了 你现在如果觉得升息循环要结束 那降息的循环要来了 你就要去买那个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可是不是说未来都永远买存续期间长 因为存续期间的长度越长 代表对利率越敏感 所以在去年在升息的时候 你要存续期间长了什么15年的 20年的 跌得很惨啊 越跌越惨 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你买债嘛 那你借人家钱20年 那是不是如果亦有什么经济的风吹草动 你比较没有弹性 日然这个价格就会比较差 可是当去年最惨的东西 已经被杀到谷底了 那升息循环要结束甚至降息之后 这个资本利的可能就会发生在 这些存续期间比较长 所以给大家结论 你可以买A级公司债 甚至BPP也不错 那美国政府公司债其实也不会太差 那它的好处是说你安全感可能多一点 那你再继续选里面 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如果是要赚资本利的的话 这个机会是比较有的 这个道理就是 跟最近那个暴涨的AI概念股 电子五哥很像 那去年大家都说笔电惨的不得了 说今年整个笔电还要再继续大衰退 但你没有想到这个AI五哥啊 过去叫做电子五哥啊 搭上AI体操之后啊 伪创股价从二三十块 居然涨到一百多块 这个股价居然超过鸿海 这个超车海公公 不是只有广达超车海公公 现在连伪创都超车海公公 这个AI发酵 就好像刚才阿各利所讲的 去年跌最惨变成今年最夯的 所以你债券的这个存续期间 你买长一点的话 相对的降息的时候 你的资本利得就大 那回到AI体裁 各位可以看到纳萨克指数今年大涨 上半年大涨超过三成 背半涨了45% 涨幅更惊人 纳萨克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40年来最好 所以你没赶上AI这一波体裁 今年真的是没贪到钱 但是问题是说现在再去追AI 还来得及吗 现在会不会变成是最后的 这个人家割的韭菜 你现在进去本来被割到尾 这个比较阿哥林的看法 我觉得说AI它确实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跟去年的元宇宙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想我们有时候上班 某哥我们都很累了 下节目之后 你回家还要到另外一个世界 去social或者是去玩 比较不实际啦 但是AI其实是可以帮我们 省下一些心力 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喜欢用chap gpt 可以帮忙解决可能生活上的问题 甚至诈骗集团也在用 请你写出诈骗简讯 我有看到写的真的是蛮好的 难怪这个深层是AI 大家会这么疯狂去买相关的概念股 毕竟真的会影响到未来整个社会 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个族群 其实它也是AI受惠的股票 而且是蛮直接受惠的 像今年很多AI的概念股在涨 他们是涨一个未来 那你说单到底拿到了吗 其实只拿到一点点 比方说NVIDIA的这个AI伺服器 相关的集单 可能下半年开始陆陆续出而已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工业店 那工业电脑可能大家有点陌生 因为台股过去算相对比较冷门 但是其实它是受惠AI的一个族群 那为什么说它受惠AI 就是比方说你去麦当劳点餐 或者是路边停车 任何跟电脑有关 但是它不是一般我们用的那种电脑 其实都在工业电脑的范畴以内 或者装在机台上的电脑 对没有错 所以未来AI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为了推动未来自动化的社会 那工业电脑族群是不是就会受惠 所以我觉得工业电脑族群 大家可以去看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工业电脑其实它是一个疫情受害股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全球工业电脑的一个产值 在2020年的时候 比2019跌的还要再产 那2021当电子业都在蓬勃 都在狂喷的时候 其实它的产值也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 那一直到去年的2022年才勉强回到疫情之前 那现在言调机构预估之后会一路的往上成长 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自动化的一个需求 灌灯工厂 没有错 那这个也算是这个工业电脑部分 二来是因为工业电脑在疫情期间 他们并不是没有生意 而是缺料缺晶片 因为晶片会优先给消费电子的大厂 所以工业电脑它就拿不到它的原料 跟经典的网通复活有点像 那特别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台湾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在莫格 台湾的这个疫情之后 哇这个狂喷 这个狂喷的角度比全球还要再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工业电脑是台湾的天下 可是讲难听一点是 我们都愿意去做欧美不错的事情 因为工业电脑它并不是说什么低门槛 而是说它就是少量多样 客制化 毛利率高但是比较不好做 欧美大厂都放掉的 对因为欧美喜欢做大平台 Facebook Uber Eats IG 这些 所以其实工业电脑在台湾 我觉得以全球来看算是蛮有竞争力的 其实公司还不错很多家 今天就直接帮大家列这个大补帖 这边总共有高达8家公司 那这8家公司我们先不要看名字 我们先看一个特色就好看红字 今年前5月 因为现在6月已经说还没有陆陆续公布 大家可以再自行的更新 蕾月的营收今年前5月 全部都创下历史新高 全部喔 所以如果你看一个族群 只有一两家公司再好 那可能就是这一两家公司 可能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可是当整个族群都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就知道产业正在趋势之上 是不是普遍性了 对没有错 而且你看他们5月的营收的年增率 都还蛮高了很多甚至到 你看这个银帮到43% 所以银帮股价飙到不行吗 飙到天上去其实都是有原因 那还有广基 广基最近也蛮强的 股价占上100 这个是有29%的年增率 甚至连这个化和这个是比较大鸟股 烘海基丹几下的 它的5月的年增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第一季的EPS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年增率基本上都是双位数 甚至有好几家都到三位数 所以如果你是以比较存股的角度来看 有些人可能电子股想存 去停电子五颗 那电子五颗现在没了存了 我觉得工业电脑大家可以留意 反倒相对机器还比较没那么高 对没有错 那我们来看一档这个威强电 3036的威强电 我直接先给大家答案 它的近世纪的本益比 来计算它现在将近90块的股价的话 本益比大概才10倍而已 其实真的是还满低的 那股价呢 你相对于整个大盘已经飙到天上去来说 刚要挑战前高而已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那威强电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股力 它股力2017年的时候才发0.5 可是呢到今年 已经发到3.5了 因为它的EPS一直在成长 这鼓励成长的比率很高 对所以大家其实都忽略了工业电脑 因为工业电脑过去比较没梗 那其实呢就我自己的研究 AI真的最受惠的族群之一就是工业电脑 因为你说散热 但是散热它也不是所有的营收的百分比 都是来自于AI的伺服器 可是工业电脑这种东西就是说只要这个AI有加入之后 基本上就会提升它的应用层面 像我看到工业电脑的龙头烟花 它就有养殖业者 它也是给你这个AI 因为它就会测试这个水值 那虾子的重量它用光学的方式 那去决定我要投放多少饲料 然后呢我这个水值打的氧气量要打多少 所以呢其实AI真正的让工业电脑 它会更被客户去买单 以前的客户可能觉得说我用人工就好了 可是现在有这种自动侦测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他们业绩会很有帮助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微强电 微强电其实它的应用很广 其中最下面这张图比较小 我用口述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记忆体用光学检测搭配AI的技术 检测出它有没有缺陷 就是说你工厂制造出这么多记忆体 我哪知道量率是怎么样 就透过光学检测 那AI训练的方式跟它说 长这样子的属于半缺陷 那长这样子的就直接不用回收 直接作废 所以这个AI的应用蛮广 甚至是微强电也有做这个监视器的AI 以后大家上班真的要小心 我看这个是真正在推出的解决方案 比方说我要找木豪克是老板 我是员工 他想说这个阿格力今天怎么不在位置上 透过AI系统 以前你还要这个监视器一个一个看 现在直接给他阿格力的照片 或者是输入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在公司有箭档 直接跟你说几点几分出现在走廊去厕所 或者是已经跑出去公司外面偷懒了 所以现在AI为什么说工业电脑 这个应用会很广就是来自于此 好那最微强电在这一方面很厉害 对没有错 那微强电其实EPS非常好 第一季EPS就已经2块多了 去年配息3.5元对不对 今年配息3.5元 但是今年第一季就2块多的EPS 那一整年你如果依此类推的话 有机会冲到7块8块 所以对比我刚刚讲的股价90块左右 其实本一比没有很高 好那最后讲这个AI相关的就是说电动车 因为AI跟电动车其实 我觉得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现在的车就是要自驾车 它并不是单纯的改变它的能源而已 然后这个新能源又跟电动车绑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产业趋势是有联动性的 那如果你是对电动车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像美国的基础建设法案要砸75亿的美元 7年要盖50万个充电桩 所以今年非常多相关的充电桩概念股 不管是这个飞鸿啊 台达电甚至国内的中电概念股 有在布局这个充电桩中信电 大家都已经涨到天上去 可是我觉得 这个路遥之马力 未来哪些公司值得关注之业 长期去投资甚至存股的话 我觉得你要看它在美国 有没有工厂 因为为什么 你看从明年的7月开始 你这个充电桩要55%的零组件 包含着这个铁钢的外壳 必须在美国组装制造 或者是说你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 加拿大墨西哥 通常加拿大比较没工厂 人工也比较贵 大部分在墨西哥 所以你看以胜KY为什么 今年在特斯大概念股里面 因为它在墨西哥有厂 它在墨西哥有厂 对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在充电桩的概念股里面 我认为长线最后的赢家 还是在所谓的台大电 因为台大电它在德州已经有厂了 而且已经购地 EOR正在盖场 以及它其实已经耕耘了十几年了 那它去年也取得通用汽车 光一个车厂就拿到1000套的这个订单 那累积的出货量充电桩 全世界不管是慢充快充 或是比较中型的这种快充的话 其实已经是名列全球第五大 所以它已经布局好了 那工厂又在美国已经有 所以如果你看飞鸿 或者是看台大电 以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除非飞鸿有在这个北美设厂 不然我觉得说在现在已经在 积极补助的情况之下 台大电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看到台大电其实 过去的这个鼓励也是一路的往上升 特别是今年更加的飘悍 因为它旗下除了它自己以外 也有这个泰达电 泰达电是在泰国数一数二四子的公司 但是台大电的子公司 也是在做这个新能源车相关的 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其他的题目的话 你不管是电动车 台大电它有电机 它有电源管理 它有充电桩 那在绿能的部分 不管是风力发电 太阳能 逆变气基本上 都要台大电 甚至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最后一题有讲到AI很重要 其实台大电的散热相关的营收 占它整体的营收比重大概20% 非常高 那最近的这个散热 大家想到AI伺服器功率比较高 所以散热油过去的气能要改为水冷 所以你可以看到散热族群 大家都狂翻 涨翻天 但是已经开始出货了 除了这个双红以外 其实台大电它的水冷系统 已经出货给台积电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台大电是大家一家 值得定期定额的公司 因为不管是电动车 能源 或者是说AI伺服器这一块 顺便一提 它是在全球 伺服器的电源管理 超过5成以上的市占 所以未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些题材 其实台大电都有 我觉得它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台积电 对台大电基本上就一个 全方位的电源管理专家 那这个阿格力刚刚讲的台大电 现在已经变成是台股第四大市值的公司了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中华电信了 仅次于就是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第四大市值公司 也足证明它的一个价值是存在 我想今天阿格力讲了非常多的 这个大盘的方向 包括到债券 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整个AI的概念 那我觉得提供给大家 一个全方位的思考 就是投资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只是说你又不要用功而已 那大家都知道阿格力 是一个在投资上面非常用功 而且有自己读到思考跟读到策略了 那最近你也要开课程嘛 对不对 我们介绍一下阿格力的这个存股课程 让钱自己流进来 哇 谁都想这个钱不断的自己流进来 但问题是说我们每天辛苦工作 然后拿到了这个月薪 如果我们不能投资的话 事实上你这辈子其实要大富很难 我觉得真的大富的话 你真的要一定的富有的话 你一定要投资 你只靠自己劳动力去赚钱的话 真的很有限 所以阿格力这个课程 是不是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那这个存股让钱自己流进来的课程 其实已经我们是有实体讲座的 那报买已经结束了 那线上课程的部分已经全面上架 包含了有字幕 那还有课后一小时的问答 都录制好了 所以总计有4小时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就跟今天节目的逻辑很像 我在上半堂有跟大家讲 未来你要看哪一些的总体经济的指标 而且我都会直接给大家结论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样 所以未来你就可以上完这堂课之后 运用这些指标好好的去观察说 哪一些指标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要再加码扣 或者是说你单笔投入要再多一点 就是看大方向 增加存股的一个效率 那接着这堂课除了产业以外 我们在里面大概列了五六大的产业 包含了所谓的电动车 或者是医疗金融相关的其实都有列 特别是软体类的我列满多的 因为未来的软体的应用指会越来越强 你看今年的敦洋课那么强 那京城就过去一段时间是大牛股 这些相关的族群我也会做一个统计 然后跟大家说这些族群在存股的部分 你该去看怎么样的指标 那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堂课为什么敢讲 存股让钱自己流进来这么嚣张 其实存股除了你领股息以外 我里面有教大家如何运用存股来退税 或者是说你钱比较多没有办法退税 如何结税 存股还可以退税结税 对没有错 有科底扣税额嘛 那也有教一些有钱的粉丝 你该用什么样合法的方式 可以把这股利的钱给省下来 另外我在 结税就对了 对 那还有借券 怎么样把你的股票借出去 像我这一个月的借券的收入就五六千块 哇 那其实也不错 那你的这个股票很多 什么事也没做 借券就赚了五六千块 所以他可以帮你养一个 帮你打工赚钱给你的员工 可是你不用付他薪水 那最后就是说 存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可以调度资金的工区 我在里面会讲这个存股股票的质押 那我会给大家最优惠的方案 不是我提供了 就是我找到的 大概只需要2%的这个利率 跟你房贷的利率其实差不多的 那在股票值押的好处是说 你如果找对券商 那你每个月基本上是不用还任何利息 你就半年还一次利息 那展延可以到一年多你才还本金 我觉得对于调度资金也会有很大风俗 好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全方位的一个线上课程 欢迎我们朋友上去轻松投资学院 来搜寻阿格力的这个课程 最后把这个课程推荐给跟介绍给大家 今天非常谢谢阿格力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观众朋友我们的财经报号是每个6日 早上9点钟准点播出了 请您按时收看之外 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 我点荣幸与群松投资学院合作 募资我的课程 点课程叫做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将是我累积半世纪的统计 所归纳出最继系统性的综合指标课程 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教你12种图表形态理论 让你快速理解一眼看出个股优劣 25种技术指标全收入 所有指标都将助你提高投资胜率 正确的分析方法 加上正确的投资策略 帮你获利极大化 我是杜金龙台股实战半世纪的我 将用最轻松简单的教学方式 教你把各种图表指标理论 从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从入门到进阶 杜金龙老师半世纪台股不败全攻略 教你正确研判买卖时机 掌握股市趋势 欢迎你来轻松投资学院 与我一起贡学 关 recall 您的杜金 gentleman 队友 会员 稍等 不明 들订阅